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好啦 時間過得很快 我在上個星期啊 我坐在這邊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講 我說下週散熱模組會 衝衝衝 我上禮拜講的 結果這個禮拜散熱模組 果然衝衝衝再創新高 散熱模組 沒有一個分析師 可以像谷海老船長 這麼誠實 我在上禮拜講的時候 我說如果沒有像我說的那樣 我鞠躬道歉 大家去Youtube去看 證據都在那邊 那當然小弟我這個禮拜 那當然小弟我這個禮拜 不需要道歉 後炮 把已經發生的事情 把已經發生的事情 在節目上用詐騙的方法 說你看這個我之前是不是就怎樣 會員又怎麼樣 都是假的 因為我們去參加都怎麼樣 知道被騙了 而且百分之百 就是被人家當成豬腦袋 那老船長 你可不可以講講看 好 我覺得做一個分析師 不能說學問要夠大 而是你的反應要夠快 因為學問比我們分析師 大的人太多了 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流行什麼 官大學問大 是不是 好啦 我們不談政治 我講的是怎麼樣 反應快 大家都有聽說 三星跟華為要出新的手機吧 嘿老船長 華為的我不買 三星的我不喜歡 我呢是果粉 我管你是不是果粉 每一個人他選擇手機 有他自己的怎麼樣 想法看法 一樣米 仰百樣人 你不能夠 拿你的標準 來看這個世界 來看別人 我這樣講對不對 嘿老船長 這樣分析沒有錯 好吧 那你講講看 華為又怎樣 三星又如何 好 這個世界之大 有沒有很多人要用三星的手機 那等於是問廢話嘛 因為他賣全球第一 好 那華為抓到了老船長 華為被這個打壓那個怎麼樣 修理 我跟你講他在歐洲美洲 美國賣不出去了 對岸各位知道 對岸 中國大陸好像面積還蠻大的 人好像也不少嘛 也有個十幾億人嘛 對不對 對岸 老船長 華為光賣那一塊就夠了 你聽得懂 光賣那一塊就夠了 你們之所以會這麼樣的悲觀 看法會這麼樣的壞 就是因為受到 對啦 來 空頭老蘇天天助衰啊 他就天天助衰啊 唯恐天下不亂 每天期待大崩盤 懂了沒 從5月29號 想到這個 老船長就覺得 5月29號這一天 一路怎麼樣 說要崩盤 今天怎麼樣 今天也不過回個19點 那又怎樣 下個禮拜 會不會噴出去台北股市 機會很大哦 因為這個禮拜 美國股市已經在創 我的媽呀 歷史新高四個字 各位懂不懂啊 你不要看川普那個笑欸 他七搞八搞啊 把美國股市搞到 再創歷史新高 他現在在白宮裡面 一定很爽啊 那我就教各位 美國股市創歷史新高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是不是大新聞 是耶老船長 好 美國股市這樣的表現 會不會帶動全球的股市 往多頭正面的方向走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剛才說要救教各位 是他在中間的腦袋 他自己的腦袋 他自己的腦袋 都會不會帶動全球的股市 他自己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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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腦袋 他們的節目就是這樣嘛 每天找了一堆的報紙 一堆的新聞 一堆的新聞 在他的嘴巴裡面解釋出來 老船長看來是大力多的消息 他們可以解釋成怎麼樣 衰小朋友 沒有錯吧 隨便他講啊 就拿三星跟華為要出新的手機 我剛剛有沒有分析 各位了解了吧 全球最多人用三星 華為你說他賣不出去 他光賣對岸就夠了 那請問一下大家 馬上三星8月8號在台灣要發表 Note10 那我請問大家 華為也出新機了 5G全世界最強 對岸一定都是用華為的 那這樣子要不要拉貨 要不要 你講要不要 老船長好像要 難怪星期五 有些股票本來看上去 被空頭老蘇註衰 一副要死的樣子 欸 突然復活了 舉例 這一支華通 創完新高之後呢 在空頭老蘇的註衰之下 死 阿死 阿死沒了噴出去 創新高 我們的紅船長操盤系統 果然不負眾望 幫大家在今天星期五的盤中 就選出來了 那你告訴谷海老船長 你今天不管買哪一個點 你下個禮拜是不是等著賺大錢 因為很簡單 各位都學過技術分析 壓回就是買點 對不對 再創怎麼樣 近期的新高 下個禮拜 由於美國股市創歷史新高 當然台北股市一定不會寂寞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點會不會過 這種問題不要問谷海老船長 拜託好不好 問小朋友 當然啦空頭老蘇他已經註衰小朋友 所以沒辦法嘛對不對 事實就算擺在眼前 聽好他們還是會說外星人即將攻打地球 那最吊詭的是什麼 你們知不知道 導播攝影師不知道對不對 他們的節目很多人按時收看 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注意 很多的股票 明明是三星跟華為兩大世界級的手機 新機要開賣了 那一定是拉貨 我跟你講第一批 那個基本的需求絕對是拉貨 你說後面賣的不好或怎麼樣 像蘋果上次很失敗 碰碰摔死 美國股市大回檔 就是因為蘋果賣的爛 可是那是後面對不對 前面一開始第一批有基本的需求 一定會有一段表現波 但是這麼好的一個買點 卻被怎麼樣 市場上這些空頭老書 每一天給你洗腦 把你怎麼樣恐嚇 我說過各位不是廈門大學畢業的 難道你是下大的嗎 老船長我們不是 我們在台灣念大學 那你怕什麼 沒辦法 我們每天他講的跟真的一樣 老船長 我們本來是想要進場 逢低買進 絕佳買點 對不對 就像你講的散熱模組 可是我們就是不敢買 所以今天重點來了 好 你們不敢買觀望 最多就是賺不到 對呀老船長 有沒有更慘的 當然有 他不觀望 他相信空頭老書 他去放空 所以最近有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公司 因為他要除息 那他除息的話 融券要先強迫回補 所以你就看那個券有沒有 就一直停損停損 補完了之後呢 等到除息完畢 又再次開放融券 你們現在可以空了 他們又怎麼樣 想要復仇了 因為空頭老書還在怎麼樣 說要崩盤 所以呢 很多公司很好笑 那個除息除完 一旦又可以開放融券的時候 碰 融券馬上第一天就暴增了 然後呢 就被一直慢慢的嘎 溫水煮青蛙 下半段 對不起 下半段節目回來 非常精彩 各位不要走開 因為你們還有最後一次的機會 賺大錢 導播 就讓紅村長 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 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8101-0630 潞海浮成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及恐懼 現在就讓紅村長 洪村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對你們來說 這個行情你認為沒有錢賺 多空非常難做 我說過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不要用人去操作了 你就用AI 人工智能電腦運算 紅船長操盤系統 你安裝一套 你幾乎每天都有機會賺錢 我現在造假就是 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我們請導播 幫我們拉進來造 這幾檔股票 大家看一下 今天你如果是我的 Line生活圈 你有加入的話 你一定在這樣的時間點收到 注意看 來第一支 楊智 看我們來看 有沒有辦法照得清楚一點 有沒有楊智 把它拉最近 楊智看到了 很好楊智 時間9點45分 9點45楊智 下一支 滑通 時間10點20 再來 加折12點22 我們先看滑通 剛剛是不是講滑通 你今天買進去 你下個禮拜準備賺大錢 老船長 老船長 我們沒有看滑通 因為 滑通 我跟你講老船長 都不會漲這段時間 兩個禮拜磨屬人 我們早就不看他了 這就是人性的弱點 你沒有安裝沒關係 再來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檔 叫做楊智3041 看清楚 天啊老船長 這個也是整理到死了 哇今天噴出去 我們在睡覺不知道 來你來 掌停鎖 再來 加折3533 任何時間買 你準備賺錢 我得下這名 這個整理完了 要準備出去了 是不是絕佳買點 你沒有安裝 紅船長操盤系統 你只有在家裡睡覺了 而且你不敢買 因為你都在看空頭老書 他的節目嘛 你看久了怎麼樣 你就心生畏懼嘛 明明是絕佳的買點 我們以大盤來講 各位看 找一個 找一個小朋友來問 這裡是不是買點 是 這個鴨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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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買點 對不對 每一次的鴨迴都是買點 但是呢 你去看空頭老書的節目 一定怎麼樣 鬼故事他自己編的啦 所以你們膽子小的人 我奉勸各位 晚上不要看鬼故事相關的節目 因為你晚上可能要起來上廁所 你會嚇到怎麼樣 不敢上廁所 最後怎麼樣 身體就掛了 那老船長你怕不怕鬼啊 你晚上趕快起來上廁所 我跟大家講 我晚上沒有看鬼故事 沒有聽鬼故事 我常常睡不著覺 有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鬼跟人也不過就怎麼樣 一個掛了一個還沒掛嘛 等到人掛了也是變成鬼 有什麼好怕的 真的搞不清楚耶 我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你呢 如果覺得你的老師每天在節目上 胡說八道在騙你 你很想要每天賺錢的朋友 你就安裝紅船長操盤系統 如果剛剛這個造假就是賠5億8千萬新台幣 連時間收到的時間大家都知道 都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些股票都是人工智能電腦運算的結果 幫你們篩選出來的 你去買喔 賺錢的機率非常之高 而且有些股票它已經跌死了 然後在那邊摸摸摸 甚至摸了幾個月 你早就不看它了 對不對 突然間它發動你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系統會跳出來告訴你 那如果說你上班什麼各種理由 你就是沒有辦法看盤 你希望呢 直接電話告訴你買什麼 賣什麼 那你就跟著小弟操作嘛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 我看好的散熱模組 在上週就預告 本週要創新高嘛 對不對 要衝衝衝嘛 我們先看這一支 龍頭的 6230 今天最高來到187 有沒有 老船長這個不好 這收這個線很爛喔 隨便你們講 話都在你們講 看到沒有 是不是創了歷史新高 散熱模組的龍頭 它的價位是最高 我在節目上我就講 我說這種股票法人在認養 對不對 你們散戶不喜歡買這麼高的 沒關係 它作為指標 四檔散熱模組裡面 它是插頭耶 明白嗎 那你說這股票 一百幾十塊 甚至快兩百太貴 你買不下手 你說這個雙紅啊 也是一樣 這150幾 你也買不下手 那剩下兩檔嘛 一檔太塑 一檔太塑 六十幾塊 還有一檔呢 三零一七 這個最便宜 這才四十出頭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上週說 預告這一週 散熱模組會衝 對不對 那老船長你這一週再預告啊 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好不好 如果不準的話 不準 我鞠躬道歉 你聽好 散熱模組 下個禮拜 不是衝衝衝喔 再創歷史新高 你信不信 老船長你這個很有把握的氣勢喔 廢話 先要壓過空頭老蘇嘛 對不對 欺人太甚嘛 每天在駐衰台北股市 希望你們這些股民做多都輸死 惡毒啊 真的非常惡毒 你們不要看表面 好像衣服好像 哇 正能君子啊 其實是非常惡毒 因為你們每一次的買點都錯過了 那我剛剛是不是講 很多人去放空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這空單準備被嘎死啊 因為美國股市 它一旦突破了兩萬七千點之後 我跟你講它就是往三萬走啊 川普要連任 他會想辦法讓美國股市上去啊 你知道嗎 那台北股市你告訴我 不會 啊 幹什麼 啊 台北股市不會漲喔 這加全的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不會漲喔 美國已經過前高啦 來到歷史新高啦 美國 立國兩百多年啦 那台北股市 啊 這個距離有多少 這個肉很肥耶 這一旦過高 過高還會再衝耶 啊 就這麼巧 三星華為要推新機 蘋果要9月 晚一點啦 而且蘋果那個新機 我看賣點也是 不是非常好 但是 我說過第一批都有 果粉會怎麼樣 去支持嘛 後面賣的不好是一回事 全部從三星華為 後面再接上蘋果的話 那你說台北股市這些供應鏈啊 氣死寶寶了 真的老船長恨鐵不成鋼啊 這種大行情要來了 你們還在怕 還在被空頭老叔恐嚇 那如果找不到股票 對不對不知道就 你就壓散熱模組嘛 四檔隨便你買嘛 對不對 老船長是看好泰塑嘛 我講了多少次了 對不對 泰塑第一天就填席了 聽得懂嗎 後面你等著看 我跟你講泰塑裡面有主力啦 你也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你自己做沒有膽 你又不安裝 紅船長操盤系統 那你怎麼辦 那個去放空的 我們已經不理了 最後準備我跟你講 拿錢放人啦 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再回來 對不對 馬上就會發生 下個禮拜你有沒有等著看 沒有老船長鞠躬道歉 很簡單嘛 國內沒有像我這樣的分析師 都是事後在講 事後你的兒子跟女兒坐在這邊 他也會講嘛 那種節目你也在看 什麼 那種老師你已經參加 一定兩個字掛掉不用講 你們去買股票 融資 一百塊你是不是只要拿四十塊出來 或是五十塊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保證金 保證金的概念就是說 你不用拿那麼多錢出來 就叫做保證金 這個我相信觀眾都懂 好注意聽喔 這個週末假日 你們如果已經確定老船長 不是馬後炮型的 都講在前面的神準 那我告訴你 你自己為什麼遲遲沒有動作 你就是插一個動作 就是我來帶你做 我如果帶你做 你有交了會費 你就會動作 否則你就是看戲 那這一波如果走完了 你再追在最高點 那歷史的悲劇又來了 所以你要拿出怎麼樣 勇氣 這一次你一定要跟著 谷海老船長 可是呢 你又怎麼樣 又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甚至你的錢又不是那麼多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 融資保證金制度 你不用拿那麼多錢出來 參加我的會員 各位就拿好比 我說好比 像保證金這樣子 比較少的資金 來跟著谷海老船長 下個禮拜 我強迫你賺錢 看節目打電話 看網路填表單 我講完了 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你們自己不要再看了 老船長我下個禮拜就印證 看你準不準 你不準的話你鞠躬道歉 對不對 我們看得很高興 那如果說你準的話 我們就給你鼓鼓掌嘛 然後呢 你最後你自己受不了 你衝進去 你可能會買在近期歷史的 怎麼樣 新高點 那你本來有機會大賺的 而且這是最後一次 但是我認為是最肥的一段 因為台北股市被壓太久了 各位看到沒有 壓太久了 美國股市已經噴到這上面去 看不到啦 真的 一定要有我來帶你 你才有辦法做 過了這個週末假日 就沒有類似像這樣子 只要交一咪咪錢保證金的這種感覺 好不好 因為公司這一次特別讓我 這樣子做 然後我在五六日這三天安排了一個 特別的專員 來幫忙服務這一件事情 因為對你來說 你只要花一咪咪就可以達到 成為我會員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你準備好了嗎 五四 撥打電話還有網路登記 下個禮拜一起大賺 貧品致富投資風險